作为中国海军目前的主力驱逐舰 052D的建造规模大 综合战斗力强 那么从052到052D经历了怎样的升级呢 中国海军的驱逐舰命名 事实上是以动力系统为主导的 同一类型的动力系统 形成同一类型舰型 052就是这样 最早的两艘052采用的 美国的LM2500燃气轮机 和德国柴油机为动力组 也为后来的柴燃交替动力组打下了基础 当然最早的两艘 052吨位并不算大 只有4000多吨 5G系统也比较落后 只有8枚音机8反舰导弹 还有8枚海洪机器防空导弹 副炮还是四门76A型37毫米舰炮 传电系统也不先进 缺乏比较好的对空对海警戒雷达 都是在凑合 后来由于美国燃气轮机断供 052也没法继续建造了 就建造了这两艘 进入新制级后 我们从乌克兰获得了UGT255燃气轮机 再度具备了量产052的条件 但老的052构型肯定不能再用了 为了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必然要走四面相控阵的路子 但在海之星雷达还没有研制成功的情况下 052的后续舰只好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安装俄罗斯的顶板雷达 实际力发射系统 具备一个基本的中程区域防空能力 由于UGT255功率比较高 因此新的052吨位扩大 舰型更为舒展 采用了隐身性能设计 这就是052B 因为中国海军的最终目标 是装备类似于伯克级那样的四面相控阵的盾舰 052B注定只能成为过渡 是建造了两艘 那么再往后的两艘就带相控阵雷达了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052C中华神盾 相比052B 052C的舰体尺寸变化不大 吨位有所提高 那么最大的改变是在舰球上 加装了海之星四面相控阵雷达 在舰体前方和后方 加装了8组48个左轮式吹发系统 可以发射海洪基9远程防空导弹 那么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自行研制的 四面相控阵雷达和远程防空导弹 意义非凡 052C驱逐舰虽然有进步 但还有不足 一方面它的垂发还是左轮式 不能多旦通用 另一方面 海之星雷达使用的是第一代封装工艺 性能也就一般般 5倍方面也缺乏类似于海拉姆那样的近程防空导弹 所以进入2010年之后 052C就显得比较落后了 于是052系列的最终立作 052D就出现了 相比052C 052D舰体差不多 重点升级的相控阵雷达 将346雷达升级为 使用了弹化加组件的346A 同时全面更新了5倍系统 比如用新一代通用锤发 代替了原来的左轮式锤发 兼容了防空导弹和反舰导弹 用1130近防炮和海洪骑10近程防空导弹 代替了原有的两门730近防炮 性能不成熟的100毫米单滚舰炮 被130毫米舰炮代替 在这一系列改动后 052D的诸多性能有了质量变化 尤其是防空相比052C有了巨大的提高 这就是传说中052D驱逐舰的由来